那么底层人一旦反抗 往往只会选择暴力 很多人都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 但如果你能看完何乔老四的一生 那么你不仅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而且还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终于有可以堪比漫长的季节的悬疑局了 他不仅一经开锅热度就超过了繁花 而且这局还造就了陈建斌此生最大的遗憾 而最重要的是 他几乎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刷新所有人三观的暗黑故事 那这部胡军不惜自毁形象 邓家家再次颠覆演技的剧集到底能有多强 看完绝对让你拍清大腿 故事发生在东北小城蓝河 剑桥学院的校花陈晓明刚刚走出校门 一个黄毛便迎了上来 陈晓明对这种货色自然是看不上的 可这黄毛却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好在这时一个拽阁站了出来 如果不出意外 这必然是一段美好的开始 然而转眼没过几天 陈晓明就和一个比自己父亲还大的男人走到了一起 可奇怪的是 他母亲不仅没有丝毫反对 而且还每次都会贴心地端上热茶 因为这个男人不仅是蓝河的地下皇帝 而且他还有一个异于常人的品好 那就是烤肉 可就是这么一个穿衣只穿杀骑马 放炮只为听个响的大哥 这天却离奇地死在了自己的办公室内 而和他一起被杀的 除了公司楼下的保安 再有就是刚刚和他确定关系的陈晓明了 可就是这宗看似平常的凶杀案 却将无案不破的老官给整汪了 因为这三人竟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死法 严洪桥是死于枪击 保安是死于戾气戳辞 而陈晓明则是死于坠落 最让老官不解的是 这严洪桥和陈晓明死前都是穿着睡衣 可这办公室内并没有床啊 莫不是这两人喜欢睡办公桌 而就在老官不解之时 他尝试着推了推书柜 却不料尽让他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的妈呀 通过勘查 可以确定至少有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半个月 而且凶手肯定不是为钱杀的人 可凶手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这是大官有点想不明白的 他本以为这次大家又有的忙了 然而法医在对现场的指纹进行抵对后 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锁定了嫌疑人 杨四 杨四 外号 何乔老四 人拍了拍男人然后亮出鞋底 鞋漂亮吗 可这男人好似不明白女人的身影 要不要 啥破鞋 我收块钱 给你便宜点 我要买也买出新的 再说这大伦子 我把你鞋买走你看啥 靠 罵了一句可他不知道的是眼前这抱肯蛮脱的男人在15年前却是威震一方的超级狠人 可惜的是最后他因抢劫罪被判了15年 出狱之后他本是想好好做人的 然而这天他只是在街上溜达了一圈 就莫名在坐火车时被警察按在了地上 这可直接把男人给整不会了 自己房子着火了 他只是大晚上的想找个住处 怎么就成了嫌疑人了呢 在大盖上溜达犯法吗 躲楼道犯法吗 可是事实是 警方抓他其实一点也不冤枉 因为就在刚刚兰河发生了一期诡异的凶杀案 案发现场一共死了三人 但奇怪的是 这三人的死法竟然全都不同 而恰巧警方就在其中一名死者身上发现了他的指纹 直到这时杨四才承认 当晚他确实去过案发现场 只是他溜达进去的时候 女孩就已经死在车顶上了 这可把他吓坏了 于是他赶紧跑进大楼想找个电话报警啥的 看见死人你不忌讳 人都死了能把我咋的 我忌讳的是活人 而他刚刚跑进大楼 又再次见到了一具尸体 你不是说你不怕死人吗 我怕那被杀人的人没走 杨四声称自己就进到了一楼大厅 可老官却一眼就看出了他在说谎 因为警方在二楼和三楼的房门把手上 同样也发现了他的指纹 见谎言再次被戳穿 杨四又不得不改了口径 他声称他之所以上过二楼三楼 那是因为他刚出来想趁点钱花花 不过他就随便赚了一大圈 然后就离开了 审到这里大官算是明白了 这杨四不仅是在装风卖傻 而且他似乎很有把握警方不能拿他怎么样 于是老官只能从杨四的人际关系着手调查 而很快他们发现 杨四在入狱之前跟一个寡妇结过婚 并且还白捡了一个大胖小子 而如今这大胖小子不仅成了小公园一把 而且他还曾和阎红桥的折缝跟抢过女人 而这个让他们大打出手的女人 正是前不久离奇死亡的陈小明 可这陈小明不是阎红桥的女人吗 经过调查老官才知道这陈小明先是和小杨谈过恋爱 然后又做了缝根十几天的女朋友 最后连缝根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陈小明就成了他的舅妈了 而这也不禁让老官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如果阎红桥的死是因为陈小明的话 那不对 凶手为什么不开枪呢 这么精彩的剧情 多亏了我这台新买的笔记本 最近转转上的二手笔记本特别划算 我这台联想小星R14笔心机便宜快2000 转转是个官方业二手平台 每台电脑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 比一般的二手要正规 而且买回来还可以先试用七天 不喜欢直接退 我去年在上面买的手机 到现在都还很流畅 推荐大家也去转转 难道说凶手和陈小明认识 甚至曾经是恋人 那这也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陈小明为什么会跳楼呢 而就在老官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其他同事发现 小杨在案发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并且在小杨的QQ号上 他们还发现了小杨与陈小明的聊天记录 可尽管如此 这也不能说明小杨就是杀人了 而就在大官准备炸一炸杨四之时 没想到杨四竟直接摊牌了 我也不跟你们瞎掰了 我有证据吧 人是我杀的 看到这里暂停一下 如果你想谈恋爱了 不妨试试 能根据喜好选人的恋爱软件 牵手 选择你想要的女友特质 牵手会根据这些特质 给你推荐符合你要求的女生 尤其是 她会优先推荐喜欢你的女生 所以 牵手的脱单成功率才会这么高 牵手不是机械的筛选匹配 她把你所喜欢的 直接推到你面前 点击评论去试试吧 蓝河人人都知道她无恶不足 可她却年年都能被评为道德模范 因为她不仅心狠手辣 更为重要的是 她还有一位比她更洒的前妻 这两人合作几乎是 垄断了蓝河的全部名声行业 可突然有一天 颜红桥却离奇地死在了 自己的办公室内 而颜红桥这一死 也不禁让手下的原总 有了僭越之心 这天她带着一帮大汉 来到王平资助的篮球馆 口中还说着什么 自己三分比库里准 既要分高下 也要分生死一类的话 可就在下一秒 她的一条腿就被王平打断 但此时王平也没有心情得意 因为在警方的技术会上 她已然是成了 杀害颜红桥的嫌疑人之一 老关起初是准备 以王平为突破口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女人不仅对 颜红桥的死毫不意外 而且她还有着 几乎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无奈之下老关 只能调整了调查方向 却不料这一调整 还真让他们锁定了 本案最大的嫌疑人 杨四 起初老关还是有点不太确定的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老四竟然不等她问询 就主动摊开了 按照老四的说法 她当时到洪桥集团 是去找冯根的 因为之前小杨和冯根 发生冲突后 冯根找人烧了她的房子 起初她也就是想要个说法 可不料这里的保安 却异常豪横 于是她一气之下 给了保安一刀 又顺便割了她的喉咙 之后她见二楼的房间没有上锁 她便开门走了进去 进去之后 她先是看到了陈小明 紧接着她就被人用枪 顶住了后背 而这人就是阎红桥 你谁啊 胆挺肥啊 到我地盘问我是谁 你谁啊 把刀放下 阎红桥拿枪指着她 她也不能不就范了 老妹 你先帮我拿一下啊 而就是这个间隙 她夺过了阎红桥手中的枪 可尽管如此 她也依然没打算杀死阎红桥 可就在这时手枪却走火了 就这样现场才留下了三枚蛋壳 而至于陈小明 老四也是没打算杀她的 甚至对于陈小明 她还有些惋惜 可不料这陈小明竟在惊慌之下从楼上跳了下去 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倒是与现场的痕迹吻合 可事实真的会是如此吗 长了一张杀人犯的脸 所以她只干杀人犯的事 按照她的话说 这叫别人不让她活 那么就谁都别想活 而冯根烧了她的房子 打了她的儿子 所以她找不到冯根就开枪打死了杨红桥 并逼死了陈小明 杨四这招供虽然听上去是合情合理 可老官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总感觉杨四是在掩饰什么 而就在这时 物证科发来了一条短信 萧嫣反应证实杨四果然并没有开枪 这个老官倒是没有感到意外 而让她感到意外的是 萧嫣反应竟然证实陈小明开枪的可能性最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奇怪了 因为当时面对开枪者 杨红桥是没有躲闪的 陈小明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而且如果真的是陈小明开枪杀的人 事后他又为什么要跳楼自杀呢 而更让老官想不通的是 这杨四明明没有杀人 他又为何要在这里获悉名呢 我有证据 认识我杀的 大官很快意识到 这杨四如果不是在找死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只有一个了 那就是这是一定与小杨脱不了干系 可小杨自从案发之后就不知去向了 于是为了找到小杨 他们在当地的论坛发了一条帖子 只是这小杨没找到 却意外让他们发现了一条蓝河水轨的热铁 起初老官只以为这是有人在蹭热度搏眼球 然而在他们找到当事人后 却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那天老七踩空了 我捞他 打了个出了滑 不过这次的确是挺悬的 那他把我动了 看见小鬼了 这么诡异的事 老官自然是不会信的 可他看到的是鱼吗 这河里也没有将近一米八的鱼啊 于是老官交代忠义好好查查 而他则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去做 那就是前去杨四的老家 而他这一去不要紧 竟让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这杨四的父母都是刑血 可杨四的体检报告上却显示 这杨四竟然是B刑血 所以大官推测 如果不是杨四他妈有问题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 这杨四也许并不是真正的杨四 而大官的推测也确实没错 15年前 真正的杨四早已死在了铁锹之下 而他的身份证则被另一个男人解到 黑土无言最大的反转终于来了 原来当年杨家丽在捡到杨四的身份证后 就化身杨四又娶了自己老婆一次 虽然这样一来他身上背的案子是没有了 可他这个亲爹也变成后爹了 他不是我爸爸 杨四本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卑微 后爹也是可以变成亲爹的 然而他还是小看自己这个儿子了 小杨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以为小杨是去找逢登报仇了 所以他才深夜摸进了虹桥集团 而他刚一进门 就发现了躺在地上的尸体 以为是儿子杀人的杨四 毅然选择了替儿子顶下罪名 认识我杀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这个宝贝儿子很可能已经死了 而这幕后的黑手 极有可能就是颜红桥的前妻王平 只要杨四要出案子就能解案了 他必须要出 因为只有颜红桥死了 王平才能打造出他理想中的蓝河 这么好的蓝河 之前都被人糟蹋了 而小杨也好 陈小明也好 甚至包括杨四 都有可能是王平的棋子 但他却万万没有算到 警员忠义在走访时 却意外发现了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在牢里发现水鬼的窟窿边 有个人经常在那里一站就是几个钟头 好像是怕别人发现什么事的 而这个人也不是别人 正是冯根的小弟王山 有了这个线索 忠义也更加确定了之前的判断 而与此同时 王山也早就做好了跑路的打算 只是他在街头时 手机因温度过低自动关机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拿出了小杨的手机 而他的这个操作也成功让钟义锁定了他的信号 以为发现嫌疑人的钟义欣喜万分 殊不知这一去却将是永别 因为先前黄毛已经偷偷藏起了一把刮面刀 而这一刀也是在两人的打斗中 不偏不倚地割开了钟义的喉咙 而钟义这一死 也终于是让这幕后的黑手开始慌了 不过杀了警察该怎么判 黄毛无法承受的 紧接着他又搜索了抛尸该怎么判 而这结果也是让他默默掰动了为数不多的手指 但很快 他似乎想到了一件可以救他命的事情 那就是他无意间看到了小杨偷偷用手机录下的一段录像 黄毛立马意识到 也许这个录像可以还他的一条命 于是他立马用读卡器拷贝出了小杨手机中的内容 而与此同时 钟义的尸体也终于是被发现了 起初大官还以为杀死钟义的和杀死保安的是同一个人 但很快法医发现 保安的伤口是一刀割在了器官和颈总动脉上 力度和分寸都把握得刚刚好 而反观钟义的伤口 不仅切开了器官和颈动脉 还连带着使管和颈阔机也给切断了 而这则更像是下意识挥的刀 再加上钟义牺牲之前留下的线索 警方很快确定了凶手极有可能就是黄毛 而警方的这个发现 也是彻底让另一个人慌了 那就是曾和黄毛一起抛过湿的马鸡 文干出了事有人替他顶着 我王上车出了事 紧接着黑白两道就开始了全程搜寻黄毛 而恰巧就是这天早上 刚在五八同城找到工作的牢里 好似发现了黄毛的踪迹 可就是他想见义勇为之事 黄毛却被另一帮人给绑走了 而绑他的也不是别人 正是风情万种的马尔姐 我跟你说啥来 你怎么不让你干啥 你真得干啥 真得干啥呢 对于杀了警察的黄毛 马姐一时间也是没了主意 好你走行 但你得先去见王萍 可黄毛知道 王萍可是一个比炎红桥更可怕的女人 二姐 你就是要我死 是死是活的 害你走 如果左右都是死 黄毛毅然选择了鱼死网破 我不告诉你 杨红桥到底打死 什么呢你 放屁 给脸不要了是不是 八几年我在兰河混的时候 你他妈还调皮筋呢 看来你是真想跟我 颜红梅 替你吓死 你儿子 杀人 任谁也不会想到 冯根竟成了杀害颜红桥的最大嫌疑人 但冯根的母亲 颜红梅知道 冯根这小子有胆子摸枪 但他绝没有胆子杀人 更何况那人还是他老舅 而如今有能力杀人 并且能将其嫁祸给冯根的 就只剩王萍了 因为颜红梅知道 王萍的狠辣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早在15年前 兰河化肥厂改制时 他就见识过王萍杀人不见血的手段 那时兰河化肥厂厂长 严树林想以改革为由 斯吞化肥厂资产 以刘建刚 杨丽佳为首的厂职工强烈反对 所以改革一直举步为奸 然而突然有一天 一向带刘建刚如屎如妇的杨丽佳 却不知为何突然将刘建刚打成了残废 之后杨丽佳也掉进兵窟不知所踪了 起初所有人都不知道杨丽佳为何突然反水 直到后来老关调查到 在刘建刚遇袭的同一天 有人帮杨丽佳 将小杨一万二的手术费一次性交起了 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正是王萍 可就是这么一个沙发果决之人 却偏偏有人想挑战一下他的软肋 王总 你说这王萍拿着视频来投奔我 让我出主意 我哪有什么主意 我行事半天 也只能来找您了 马姐以黄毛手中的视频为之 要挟王萍将手中的公路运输线让给他 面对王萍 马姐还是有点虚的 可不料这次王萍答应的却异常爽快 这不禁让马姐高兴的用脚就打了一辆出租车 然而等他高高兴兴的回到家中 那个他最不想见的人却出现了 紧接着马姐就变得鼻青脸肿了 事后马姐颤抖了交代出了二狗的住址 而与此同时 一个神似李丰田的女人 在用啤酒灌下一把药片之后就找到了二狗 二狗 二狗不堪重负终于说出了黄毛的下目 而不久之后黄毛的门就被敲响了 王萍这句话彻底让杨四破防了 几乎是下意识的他就想到了替小杨顶罪 可怎么才能让警察相信是他杀了人呢 思虑再三之后 他首先是点了自家的房子 而且在去洪桥集团的路上他就已经想好了 如果这阎洪桥哪怕只剩一口气 他也会马上把阎洪桥送到医院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等他赶到却发现死的根本就不止一人 而且这赵新国在化肥场时 还是他最好的兄弟 此时的杨四知道 这件事情恐怕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了 果然等他上到二楼 就看到了躺着血泊中的阎洪桥 和地上散落的子弹和枪支 这时的杨四知道 如果这一旦事发 小杨这条命恐怕是保不住了 于是他毅然捡起枪支擦拭掉了上面的指纹 并且尝试着还原了阎洪桥被杀失的情形 而在离开之时 他还不忘收起胸器 并在门把手上留下了自己的指纹 而为了更快地让警察怀疑到自己 他还故意踹醒了路边的九龙子 而最后他将胸器藏到了妻子的幕旁 并交代了一下后事 他本以为只要警察能抓到嫌疑人 小杨就能脱罪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这人根本就不是小杨杀的 而且小杨在此之前同样也遇害了 而他更不知道的是 其实王平让他顶罪并不是早有预谋 而是因为一个巧到不能再巧的意外 时间回到案发前一个月 那时的蓝河正处在撤县社区的关键时期 而和颜项目的开发则被严红桥一人攥在了手中 王平本来是想请老齐出面 从而他也从中奋一杯羹的 然而这严红桥不仅不买账 还对其百般刁难 好在老齐出面此事才平息下来 而这件事后王平也意识到 只要有严红桥在 他就不可能出头 动吧 他逼我们 可怎么既能让颜红桥死 他又能置身事外呢 而就在王平困惑之时 他突然发现小杨一直与陈晓宁纠缠不清 而恰好此事陈晓宁已经成了颜红桥的女人 这样一来小杨为情杀人 然后再畏罪自杀似乎成了最完美的答案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发现儿子失踪的杨四通过跟踪黄毛 一路追到了文武庙中 而这又不禁让王平心中又生出了一道计谋 他先是用小杨的手机给杨四发去了一条短信 随后他又打出了一组无中生有家玉琴故纵的组合权 你记住了 你今天晚上没有见过我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 快 石洪说实话 你这事你真的别再管了 我他妈是他亲爹 我不管谁管 告诉你王平 你不说实话 你今天就别想离开这儿 说话 小杨出事了 他叫我来这儿找他 我以前把他送走 在王平精湛的演技之下 杨四终于是钻进了这个圈套当中 只要杨四能够认罪 王平自认为有能力让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天警方在一间出租屋内发现了黄毛的尸体 并且通过法医检验 这杀死黄毛的很有可能和杀死赵新国的是同一个人 杨立佳本是个积极向上的有志青年 不仅有着带他如亲儿子一般的师父 还有一位对他不离不弃的妻子 可就当他以为能在别人的羡慕中度过一生之时 厄运却悄然降临了 他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被诊断出了心脏病 一万二的手术费对有钱人来说只是洒洒水 可对于原本就不富裕的他来说却是无法想象的数字 于是他第一次放下面子 跟自己的死对头颜红桥开了口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颜红桥这次不仅答应的异常爽快 还在原本一万二的基础上给他加了两千块钱 但唯一的条件就是 让他杀了一直阻碍工厂改革的师父 一边是带自己如亲儿子一般的师父 一边是自己刚刚出生的亲儿子 在经历过数次挣扎之后 他还是选择了对师父下手 因为他下手之前就已经想好了 无非就是一命换一命 事后他选择了跳进兵库为师父偿命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跳将他不仅没死 还让他在一次打黑工的途中 意外捡到了杨四的身份证 而这也让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化名成杨四又娶了自己老婆一次 只是他这亲爹也突然变成祭爹了 叫爸 叫啊 他不是我爸爸 但对于此时的杨四来说 能够正常生活已经是万幸了 可就在他打算好好生活之时 厄运又再次找上门了 小杨就急复发 高昂的治疗费中成了压垮他的稻草 而为了儿子能顺利地接受治疗 他想到了一个最笨但最有效的方法 那就是抢劫 但遗憾的是 这次出手他不但没能抢到一分钱 还因为抢劫伤人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而等到他出狱之时 不仅妻子已然病故 儿子也把他当成了仇人一般 你是不是蹲巴里的蹲傻了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年头 就对他妈的跟你当年一样 杀人放火才有出界 That's the man 盛怒之下他打了儿子一巴掌 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一巴掌不仅会害了他的儿子 也会彻底葬送了他自己 因为小杨这一出走 就成了王平利用的工具 王平穿多小杨和他一起杀了颜红桥 事后王平可以如愿获得和颜项目 而小杨则可以和心爱的陈晓明双宿双飞 可就在他们谋划好一切之时 突然加入的冯根 却将事情推向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推荡中小杨心脏病突然发作 意外猝死在了文武庙中 而小杨这一死 王平的计划也被彻底打乱了 然而就在这时 杨四出现了 王平知道 当初杨四能为了小杨打死自己的师父 如今他也一定能为小杨扛下这杀人的罪名 于是等杨四赶到后 王平眼计骤然爆发 小杨出事了 他叫我来这儿找他 我已经把他送走 出什么事了 不是 而在杨四落入圈套的同时 被他们买通的杀手花姐也明目张胆地闯进了红桥集团 而等杨四赶到现场之时 颜红桥已然横死 而杨四则真的以为是小杨做了案 于是他在伪造现场之后 毅然选择了替小杨顶罪 我有证据 认识我杀了 好在最后老官查出 颜红桥的死记不是小杨所为 也不是杨四所为 而不知小杨已经死掉的杨四 自以为很快就可以和小杨见面了 高兴之于他还不忘向警察要了一个刮胡刀 因为他不想小杨看见如此邋遢的自己 男人马上就要被送进监狱 可他却异常高兴 因为只要到了监狱 他就可以如愿见到他儿子了 然而就在这时 民警无意间的对话却将他猛地拉回了现实 这个消息 无疑是如同一道雷劈中了杨四 而在震惊和伤心之余 他也不禁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押送过程中 趁着警察不注意 杨四突然发起了反抗 而在不久之后 杨四就消失在了滚滚浓烟中 出现在了沿河项目的奠击现场 在杨四心中 这个女人早已是死不足惜 而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王平感受一下 他儿子生前遭受的痛楚 而在此之前 他欠的债也要还清 可刚等他还完债 警方就赶到了 面对老官的劝说 杨四自然是不为所动的 因为他早就已经做好了 和王平同归于尽的打算 凭什么让别人把他 扔到冰窟窿里去 你掉就给我河里吗 你知道那水里得多凉啊 可就在这时 老官突然给杨四抛来了一个手机 而这手机当中 正是小杨曾经想对杨四说 却没说出口的话 老官本来是想靠这段视频让杨四就烦的 可没想到最近更加激起了杨四为儿子报仇的决心 他依然拉起王平就要一起下水 你现在杀了王平 你就是杀人犯 15年 你儿子能原谅一个抢劫犯 他能原谅一个杀人犯吗 我狡账 你就是把自个儿的命推进去 你以后也没脸再见你儿子了 也许是不想让小杨成为杀人犯的儿子 又也许是他想替儿子活下去 在最后关头 他一把推开了王平 而儿子所遭受的痛苦 他也决定和儿子一起承受 故事的最后 所有的坏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杨四也因恕罪并罚被判处了19年有期徒刑 可尽管如此 这也让他有了一个全新的人生 尽管这人生中再也没有了小杨 再也没有了为他付出一切的妻子 可他却收获了难得的平凡